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周末视频 找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看到网上有个视频 讨论的是去年2009年是世界天文年 挺感触的 因为各个国家呢都拍了一些视频 来表达人们对宇宙 对天空 对地球 对我们人类自己的一种反思 那最漂亮的呢 也谈不上是哪个最漂亮 因为当时我看过之后给我的感触 就是到底我们人与地球 与这个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到现在您会发觉 说不清楚 我觉得说不清楚最关键的一点 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我的这个角度去看待周围的一切 当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待的时候 我发觉我们就完全受制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眼力 以至于我们自身的一切 当人们把目光盯住自我的时候 就像人类把地球完全绝对化的时候 以为自己是整个宇宙天空当中 认为自己是number one的时候 我发觉非常非常的短暂 就人呢 会把自己完全给约束住 反观在历史上 真正对人类认识世界 认识宇宙 认识一切的一切的有推动作用的人呢 往往是天文学家或者是地理学家 而看看中国的古书呢 我们会发觉天上某一个星星没了 某一个星座没有了 某一个星星暗淡了 就在人当中会发觉某一些伟人出现了 有本事的人在 或者说哪一个武将要死了 或者战死了 怎么怎么样 中国的古书是这么对应的 而西方留下来的书 无论星座也好 无论什么也好 它也是从另外一面展现出 我们的眼界越宽 我们看待的问题时呢 它的包容量也就越大 而这样的人在看待事情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它有更大的一种包容 网上有个视频是台湾人拍的 台湾人拍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球在这个银河系当中根本无法表现 也就是说它的体积的角度 而看着这个天空当中的这些星云本身 其实想一想 可能在我们身体里头 如果用显微镜看一看我们人的身体 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很多肉的组织 血管 甚至寒毛孔 恐怕跟它的表现极其类似 关键就取决于 我们观看者 自身的角度和观念 在哪里 中央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四、三、二、一 zero 我们 elders 攝像 一般二百五郎 一般的obody ете后面的壶件 周围 2007 地上下车转移岛 码影响到柠领了 那专门的角落 就像过会洞 握码 dro次在大宅 在大厨的困难 超过两个离车被摔毡 火热的火热 一定可以看到 它在一位冰箱里面上 和很多空間的方向 尤其是 определен的 不故意 像是这样的 無点盡的事 昨天有个朋友问我说 石超你在节目当中强调一点 说人不用去努力 人过分的努力 其实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是一种损害 我自己说放在努力的角度上 说人们在失败再失败的过程当中 会走向成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在这样的努力与失败过程当中 不就是在放大人的能力 在放大自我 在站在我的角度 自己的角度 人的角度 去努力的去探索 去想知道 甚至是想把握这宇宙 这天空这一切 可是按照另外 按照人们的信仰的角度上去说 人是神造 人是佛造 那人是被造的东西 当人去被造的时候 人们自然会应该顺应那创造者 所说的经也好 法也好 道也好 你只要顺应过去 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远远超越于人自我努力 所以为的那一份成果 制作人们的定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蛮好听的 iPad出来之后 使用者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自己钻研的角度和兴趣的角度 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这样的短篇啊 故事啊 什么样什么样 iPad其实在人的科学角度上说呢 应该说是现代科学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大家都认可 大家都买 其实你让我说呢 那个东西就是那么个东西 就像一个本一样 它能代表人的智慧 能代表人对周围的环境 以及生活的一个理念上 一种生活的一种体验上的认识吗 很难说 但它有一点 它可以使那些疯狂者 痴迷者 变成这个工具的一部分 在变成这一部分的过程中 失去了做人本来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个啤酒广告 啤酒广告 它想表现出的寓意是说 这个啤酒从来没变过味 从它创造出来的 那头一天来讲 一直到今天 上百年了 一百多年了 一直是这么纯的 那我就想提一个问题 人到底是发展了 还是落后 创造出来啤酒的那一天 是一百多年以前 但今天的人 追逐高雅 追逐经典 追逐品质 高雅 经典 品质 意味着 酒的纯净 从来没改变过 跟它第一天 是一样 我要说的意思 就是这一点 人们在追逐的过程中 其实在人们的生活品质的内在心中 都知道 其实原来的是好的 就像大家伙爱吃烤肉一样 现在都用煤气炉 但真正有品质的 人知道 我们还是得用那个碳去烤 那个味 纯 所以人以为的发展 恐怕是一种 跟我们内心真正追逐的东西 背道而驰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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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大家看明白了 这哥们弄个动画 而且是借助电脑玩的 那给我的感触呢 就说这哥们玩的技术挺高 能够这么变化 但是有一点 大家注意没有 小人玩出来 利用这些技术也好 表现的是Windows的 整个这个窗面也好 但是呢 小人彼此之间所发生的呢 是战争 这些技术也好 那是有点点 那是有点特别的 真是的 你真是的 要繼續 也一樣 我希望你 可以听到吗 我们大概在57 我们在56 这里是56 56 56 所以 见过吹牛的 也听说过吹炮 没见过吹这么大炮 据说这个炮 是吉尼斯记录 couple people have tried it nobody has ever managed to get anywhere close to what we got like today you have to believe you can do these things it's not like impossible there's been a few people that have been like sort of following us me my boots and I are going to make it I definitely think it's going to be the next big thing Liquid mountaineering is actually an oof brain charm The new sport was not existing before You have to run very fast on the water I mean obviously the first step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hen we like discovered oh my god Jesus We're going one step, we're going two steps, we're going three steps We're discovering it as we go along While we're still on land we try to get up really speed Soon we touch the water, we try to get like a sewing machine It's not straight into the water you know In a curve, in a slight curve And by that bend you're actually not allowing yourself to sink into the water And you want to keep that skimming sensation going as long as you can What gets us those extra steps are these shoes The original equipment where it first all started was the equipment that would help repel water We found some shoes by mistake actually Totally water repellent It's like water off a duck's back It takes actually a lot of practice, a lot of focus I think if you don't actually believe that you're going to walk on that water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for you Go pleas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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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power ences There is no resol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听说过轻功 也听说过飞檐走壁 水上飘 都听说过 那这个呢 是老外玩这手活 说他你只要提起气来 速度够 你可以在水上跑 怎么怎么样 看起来呢 有点那意思 其实大家冷眼看看呢 就是现代的科学 所创造出来的人们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一种非常蹩脚的做法 翻翻一些练武术的秘诀 轻功自古就有 犯不上这么较劲 咬着后糙牙 还得买一双好鞋 我就搅着 到底是为了在水上跑呢 还是给鞋做广告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声 李宗盛 I'll carry you When you need a friend You'll find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I see my life flash across the sky So many times have I been sober friend And just when I I thought I lost my way You gave me stress to carry on It's when I heard you say I promise you I'm always there When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sorrow and despair And I'll marry you When you need a friend You'll find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When I'm weary Well I know you've been there And I can feel you When you say I promise you Well I'm always there When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sorrow and despair I'll carry you When you need a friend You'll find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那相比之下 我更欣赏这个氛围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活的品质 我觉得人们生活当中呢 其实不用去追求非要努力获得什么 不用 就是一种感受 成功一步成功 无所谓 在这种生活的氛围当中 大家会体会到一个人对生命对生活对朋友对周围自然的一切的那种彼此的融洽 或者说时髦的词叫和谐的氛围 努力对定成功 大家只是在生活中尽自己的可能 而且在生活中在尽的可能的过程中自己有生命的本身的一种简单的展现 就是最好的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